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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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灿烂的烟花般你 消失在空的雨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船的挣扎着的你 终于看到 幸福的过温 夜色中依然闪烁 照着我牵舞双手 从遇见之处 到一抹相濡 转眼消失不见 一切已入云烟 从今后 夜只为了梦想的未来 洗尽千花的你 看起来更加美丽 灿烂的烟花般你 消失在空的雨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转地挣扎着的你 终于看到自由的我 一色中依然闪烁 要求我牵舞双手 那你要不要请我这么好的客户 吃饭呢 我正有这个打算 你可以去我们经常去的那家餐厅 公司和餐厅有合作 都是月姐 这是公司的事 不用你付款 好的 再见 李奥 你在搞什么呀 我喝酒了 你要不要送我 这么巧啊 没想着在这碰的 刚好我在附近和客户吃饭 看到陈总 你不是喝酒了吗 我交了个代价 要不陈总先用 那你随意 到家了记得说一声 你有空记得来我公司啊 很多人又特别想念你的饺子 有机会我一定去 谢谢啊 那我也先走了 等一下 你就这么走走 那我 没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一会儿回去 注意安全啊 我也喝酒了 开不了车 而且代价也没叫走 不知道在这里叫代价 要等多久 你是要让我送你吗 不行吗 待会儿你可以开我车 直接回去 好啊 可以 不要 嗯 它就是个大骗子 昨晚半夜我醒了的时候 它居然没在家 肯定又上哪儿鬼混去了 不管发生什么了 你先冷静下来 我这次真的听你话了 要怪以前 文浩他肯定看不见 第二天的太阳 你冷静一点 你等他回来问问他 看看他态度再说吗 问 我必须得问 我还得好好问问他 看我怎么收拾他 来 吃 小可爱 今天怎么突然 要请我吃火锅 你不是爱吃火锅吗 怎么了 不想跟我吃饭 没有 没有 洗白我呗 洗白我呗 还吃萝卜呗 还吃肉呗 还骗我呗 小可爱 你怎么又开始怀疑我了 开玩笑的 辣不辣 喝点冰的结解 谢谢老板 但是我今天 不太想喝酒 咱们赶紧吃 吃完赶紧回家 浪费可耻 什么时候吃完 咱什么时候回家 怎么了 你着急回家有事啊 没事啊 陪你啊 二人之间嘛 真的 真的 看你 我出汗了 真没事瞒着我 没有 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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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晚上 我醒的时候你没在呀 昨晚 还不是我那个兄弟吗 大友 昨天晚上喝多进医院了 我去看了他 没敢打扰你 对对对 对 对对 喂 兄妹 找我干吗呀 大友 我任飞 我听文浩说 你昨晚上喝多了 没事吧 那个 没事 我就是现在还难受着呢 那要不要我们去医院看看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大友啊 大友再见 我们挂了 嗓子再进 挂了 你看看 没有事情吧 来 喝酒 老婆 我发誓 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对你好的 你这一路已经发誓了十几回了 不怕打脸啊 老婆 我发誓 我发誓了什么功啊 嗯 嗯 我发誓了什么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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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这位叫做沈安安 沈小姐 大家好 沈小姐基本已经同意和我们平台的合作 今天请她过来就是和大家见一面 彼此沟通一下还有什么顾虑 沈安安小姐在圈里是个新人 视频当然还不错 但是热度不够高 所以我们想跟你合作几期试试水 大家的顾虑是合情合理 但是我对安安有信心 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是别人身上都没有的 我们先录一期 节目反响好立刻签约 不然等她火了 我们可就签不到了 我肯定遗漏了什么线索 傅家的椅子动过 这距离肯定是个大长腿 不行 不要智取 抓她个线索 对不起啊 有事耽搁了 我们去睡觉 这是什么销售 有领导没有啊 好 ог丝 先说 3 梁小姐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人选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用客气的 更好的人选当然有 但价格也不是我能承受的 我相信 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一定会努力的 别有压力 我们一起努力 我还是想说一句 谢谢 期待我们的合作 再见 再见 您好 您多长的电话等在通话中 喂 妈 睡不晚了 怎么了 我这不是睡不着吗 妈刚才做了个热梦 梦到我去世了都没看到个小娃娃 呸呸呸呸 我妈这么漂亮一定长命百岁的 你放心吧 孙子孙女马上就会有的 你说小飞怎么这么任性啊 你说我都催了这么久了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的 早点睡吧 晚上会长皱纹哦 拜拜 您好 您多次听话等在通话中 师傅 跟着那个超 小飞 我一定会想要的 你也算好 kommer走 我回来 你快点 我不要 我明天 你快点 我回来 今宵 我问你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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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这个发型真是 曹可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说呢 一天天嘴上说得好听 大半年溜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狐狸精 是 你误会了 我开车出来就是为了 为了什么 骗我说兄弟生病了 结果自己来了酒店 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呀 不是 我发誓要对你好的 不行 你看我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妹子 我这大兄弟真的啥没干啊 我这打了几次他的车 我又不是狐狸精 我付过车位的啊 杰飞 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我 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故意找个女人来挑衅了是吧 还在到我哥家里来 这是谁啊 安安的妹妹 你不是见过吗 好的伤 又不是所有男人都向我这么有定力 是 你是在底线的边缘疯狂实验 那精神诅会怎么界定嘛 根本界定不了啊 根本界定不了啊 你们这样的男人 早晚被石原酿的女人搞得家破人吗 一时盯着我你也挺累的吧 咱们还是分开吧 好好考虑一下咱们这段婚姻 你好 请问你有看到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回来吗 你是武东的住户啊 我认得你们 你们夫妻俩可有意思 对对对 你有见到我老公回来吗 没有 他这个点离回来还早着呢 天天都那么晚 有次我还看到他蹲在车边 拿着手机数钱 我还好奇问他 对 他说什么了 美女啊 你可真有福气 他呀 说什么偷偷存钱 养家养孩子用 还让我保密 可逗了 好 而且对我便宜了 在衬她的厂炭 只是测试 回 jsAnna 即刻什么 对我们要小心 在我们他的厂炭 为少その后 谢谢 و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挑一辆 我们好两圈试试了 陈总今天很有雅性 但是我没时间 怎么 不敢啊 光跑有点无聊啊 那陈总的意思是 来点彩头 什么彩头 沈安安 转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永远是他自己 在任何时候 沈安安都不会是打赌的仇马 安安身上有种魔力 会让人觉得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放松 舒服 不需要任何防备 这些看似很简单 其实是最难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背叛之后 陈总见过了沈安安最耀眼的时刻 可是我可能见到他脆弱的时候更多一些 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某些时刻 他的狼狈 还挺可爱的 林总是想靠这个 舒服我智能而退啊 当然不是 陈总很有品味 也有自己的想法 谁能舒服您呢 来 好好对安安 可别被我带到机会 네 在香港 喂 喂 大浩子 周末了 我们约个酒怎么样 来个不醉不归 不去 还是不是兄弟了 要不来网吧打游戏吧 从小打游戏怎么样 不去啦 可这游戏要不是这样吧 我 我带着小龙鸭去你那儿 一起看折彩 这种行了吧 滚 老子烦着呢 嫂子 你别急 我有办法 我这就找兄弟帮忙去 很快就有文浩子下午 对着这个车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别烦了 你这什么销售啊 我要投诉你 主管在哪儿啊 你们什么服务态度啊 有这么对客户的吗 你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沈安安帮你卖车那一顺 你也得到了教训 我看你前段时间表现也不错 但最近为什么又开始出现问题了 抱歉 我要的不是抱歉 以你的能力明明可以做得更优秀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只能用最坏的打算 好 都是我的错 是我旧由自询好了吧 老公都要跟我离婚了 我还管什么工作呀 对不起老板 我建议你去看看 你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 你发给我的邮件我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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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还是离了算了 正好现在南方也有这个异象 好聚好散 免得熬成孕偶 你什么心理自询师啊 哪有劝分不去要合的呀 我告诉你 我们俩感情好着呢 我们不可能离婚的 老公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们合好吧 你们的婚姻 能不能维系下去 取决于那个主动低头 主动维系婚姻的人 老婆 对不起 我们合好吧 我 我就是包忘了 你确定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吗 当然 要什么 我要我老公 我要这个家 行 那我帮你 但是我这次真的伤到他了呀 你呀 要先把自己给稳住 冲动跟慌张这种负面情绪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你是不是好几天 没有好好吃饭 没有好好休息了 你打算就这么 邋里邋遢的 去找你老公 但是 他这几天电话也不接 也不回家 他从来都不会这样的呀 总会有办法的 我可不只是心理咨询师哦 那你现在呀 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 包括文浩他说的话 还有他的反应 那这样真的可以吗 每一个人都有他最在乎 最容易心软的点 你是最了解他的 具体怎么做 还得你自己来 看来只能吓猛药了 看来只能吓猛药了 喂 可不好了 扫掉跳河了 任芬 你干什么 你不原谅我 我就跳下去 你给我下来 你别过来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啊 这是你第一次跟我告白的地方 当时你答应过我 无论我做错什么 你都会一辈子爱护我 包容我的呀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 可以轻易地被原谅的 行我不管你了 你随便吧 我走 我去跳了 你呢 你可以生气 也可以骂我 但就是不能说离婚 我这辈子都这么拉着你了 我们的约法三章是什么 我们的约法三章是什么 第一 不可以乱跑乱喝酒 第二 晚上十一点准时在厅上等你 第三 每隔一小时他打电话给你 那要是手机没电了呢 我保证你四十八小时都有电 以前总让你带着充电宝 以后不要了 还有约法三章 也不要了 老公 对不起 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 你能原谅我吗 那如果我不原谅你的话 那如果我不原谅你的话 你还会怎么办 那我还有 游戏充电宝 以前都是你主动对我好 这次换我来 老公 我喜欢你 非常非常喜欢你 今晚专门来找我的啊 我们不如来聊一聊 你最先为什么总去找陈安安 怎么 吃醋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离他远一点 这就奇怪了 咱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 尚且不过问彼此的私生活 现在算是什么都没有了 你这爪子伸得倒挺长啊 陈安现在 是我的人 怎么 你离开我之后不仅换了新工作 这取向也 他会是我将来的合伙人 所以离他远一点 任一鸣的前女友 任一鸣的前妻 我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女人我有点跟不上了 那还得感谢你啊 你教我呢 很多关系用好了也是一张牌 不对吧 那我和你不一样 找合伙人 一定要谨慎 如果双方都不付出真心 那很有可能被别人 从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套 我可不能再被同一套了 对吧 来 这里给你 都准备好了 来了 怎么样 今天 都准备好了 台本也都备好了 而且我昨天在家试了一下 特别好吃 那我可就要期待喽 进行不好的时候 记得多看绿植 那样会好一点 嗯 别忘了够喝水啊 吃到了 走了 慢点开车啊 好 这是什么 模型道具 常规操作 不是用我做的面包拍吗 当然不是了 这种的效果更好 那这怎么吃啊 不吃 只要画面好看就可以了 只要画面好看就可以了 你是专门跑这个的吗 不是 监职跑一跑 听你口音是本地人吗 不是 今天麻烦给个好评啊 来 上车 我来 安安姐 好了 咱们就来了啊 好嘞 准备 来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安的美好清晨节目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二十五分钟 给孩子做好草莓蛋糕 好 停一下 安安姐 咱是忘台词了 对不起啊 再来一遍 没事 我们再来一遍 好 准备 来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安的美好清晨节目 小哥 你怎么又在这儿等我呀 我不是盯着你啊 我就是担心你 你要不就别开了 成天熬这么晚 我没事 就是下班开始玩 一点都不累 你骗人 你最近黑眼圈都中了 老婆对不起啊 我以前就知道天天吃喝玩乐 跟你吵吵闹闹 一点都不努力 我也知道 要是真要孩子 花费可大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全部搞定的 那你也别太辛苦了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我要跟你一起扛的呀 你要相信你老公的实力 咱就别说大平层 大别墅了 这三五年 我肯定给你和孩子买一个大三居 到时候咱们租一套 住一套 这小日子过得呀 一鸣 十月今天会来吗 应该会吧 有什么事 陈总说十月缺金太多 耽误工作 又给你找了一个新助理 叫徐可欣 已经在你办公室了 这挺好的 最近工作正好很多 你可真神啊 怎么美女都忘你拿炸队啊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咖啡来喽 加奶泡加糖 谢谢啊 丁哥 我的荣幸 妹妹 中午我带你去公司附近吃点东西 公司旁边有很多好吃的吗 可多了 我请客 谢谢韦德哥 韦德 你不是一直在萎靡在伤感吗 怎么这么快好了 忘了你的十月妹妹了 过来 你怎么那壶不开提那壶啊 用不能给我留点面 我说嘛 我们部门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原来来了漂亮的小妹妹了 这又是咖啡又是甜点的 怎么没人给我送一份啊 任总监 对了 一鸣哥 那个陈总说你回来之后 去了办公室一下 任总监 你好 我叫许可欣 是欣来的助理 你好 可欣 咱俩先扫个微信 好 正好啊 我带你去吃一下好吃的馆饭 好 你也是我们公司吗 要加个微信吗 不不不 不太方便 我先走了 好 同量啊 新来的助理你觉得还行吗 尽快帮他适应工作 没问题吧 刚才见到了 没问题 好 你警告一下石岳 他最近总是缺勤 迟到又早退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辞退他了 好 我会承告他的 我最近在安安那儿买了辆车 他变化非常大 真是让人 惊艳 又惊讶 听安安说 你们已经办完手续了 他现在状态非常好 你也需要赶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不要因为自己的私事影响客户 毕竟现在 你是公司的门面 你也需要赶紧调整好自己的事影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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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姐说任总监今天要出去见客户 我把客户资料都准备好了 需要注意的细节我都贴上了便签纸 您看一下 做得很好 这样吧 你和我一起去见客户吧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收拾东西 走吧 我先处置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可欣做事情还是很认真 比那事靠谱多了 对啊 还比得漂亮 我先处置了 一鸣哥和谁一起出去了 公司新来的助理叫徐可欣 长得好看吧 而且人也很好 新来的助理 我不是还在吗 还有 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 一鸣哥为什么跟别的女人出去了 凭什么让你知道呀 你一个小助理 我至于跟你汇报这些事情了 大麦姐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你谁啊 你们都不知道吧 一鸣哥 他已经离婚了 我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我们很快 就要结婚了 所以 我有权知道他的所有事情 是所有 你明白了吗 都不知道 好久不见 没 先去里边等我吧 好 新来的吗 嗯 新助理 你过得好吗 非常好 你 现在在哪儿高救啊 在一家新媒体的平台 新工作很有挑战 对了 我邀请了安安 自我节目的主持人 安安 什么样的节目 一档关于美食和女性生活的节目 安安现在已经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美食主播 真是没想到 她也能做美食主播了 她现在状态真的很好 你们俩 可惜了 你现在和十月在一起 希望你们幸福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梁总监 安安的美好清晨点击率 不是很理想 我们是不是该换点省安安 吴总 坦白地说 每一个节目在测试阶段 都会有她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 也是可以被改善和提升的 如果因为暂时的点击率不好 而否定了一个节目 您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效果依然不佳 那我和这个节目一起下课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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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